在咱们羊羊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症状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咱们羊羊过程中常见的一个羊的不良症状 就是羊流盐食 大家好,我是小新 咱们在羊羊过程中会经常遇见 咱们羊平时采生的也可以,吃东西也正常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 大家可以对症治疗 第一种情况就是结膜炎导致的流盐食 这种情况的话最迷人的一个现象就是羊的眼球上面有一层白物 这种情况好致 就是说你用那个青霉素加地栽米充用生物盐水给它吸湿一下 吸湿这种容颜 给它冲洗眼睛 冲洗个三到五天 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 第二种导致羊有盐食的原因是羊口床导致的 这种情况下的话 把这只羊给隔离出去 单独治疗 特别是口床 口床后期的话 如果说不治疗的话 可能会导致由外口床导致内口床 那时候就治疗就很麻烦了 第三种情况就是外界因素 比如说羊卷卫生条件差 不怎么消毒 这时候很简单就是羊卷定期消毒通通风保持羊卷干燥 尽量别让羊卷里面的暗期过重 羊卷消毒的话 大家可以用那个养殖专用的消毒液 比如说就与童年 五二全 过来咱清假都可以 最后一种导致羊流盐时的情况就是内火大 这种情况一般是羊不怎么爱喝水 比如说羊经常出汗 排便比较少 这种情况咱们就给羊多喂一些清理多汁的草料 比如说胡萝卜白萝卜之类的 既可以给羊补充水分 又可以补充维生素 当然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 就是让羊多喝水 有的 有些网友会说 我家羊不爱喝水怎么办 你可以在饮水里面撒一点盐 最上面撒一层腹皮 这样的话可以促进羊多喝水 好 以上就是咱们羊过程中导致羊岩屎多的一些因素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羊羊五小时是时间利润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如果喜欢我作品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